Java高端培训系列视频 V512工作室出品 V512工作室由IT精英团队组成 致力于IT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更多资讯和服务 请访问网站3w.v512.com 本视频为V512工作室书籍及课程配套学习资料 仅供个人学习使用 版权所有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将之用于盈利目的 本系列视频特点 明师讲解 实用案例 深入浅出 内容连贯 自成体系 配套书籍 网站答疑 Java SE应用程序设计译书 已经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由于计算机技术更新迅速 未能让读者买到一本保值的书 本书会不定期的通过 3w.v512.com 网站免费发布本书的更新升级内容 更可通过我们的网站下载 由作者亲自制作的配套讲解视频 本书共648页 定价66元 本书涵盖了Java平台标准版 Java SE 6.0的全部基础知识和高级特性 内容有浅入深 主要包括Java程序设计基础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接口 内部类 异常处理 断言 集合框架 AWT 与SWIN GUI事件处理机制 IO与NIO 范形 注解 多线程编程 Socket网络编程 JDBC数据库编程 应用程序国际化等 全书结构严谨 层次清晰 语言生动 论述精准而深刻 程序实力丰富实用 读者可以通过 www.v512.com网站购买此书 或者通过全国各大网络书店 或新华书店进行购买 Java高端培训系列视频 JavaWeb开发部分 本部分视频的目录如下 第一张JavaWeb开发工具的安装 已使用 第二张Solid取缘 第三张Solid编程 第四张Solid处理表单数据 第五张JDBC连接时以数据源 第六张Solid处理Cookie 第七张Solid绘画编程 第八张JSP 第九张JavaBean 第十张MVC设计模式 第十一张JSP-ER 第十二张定制标记库 第十三张JSTL 第十四张Solid监听器 第十五张Solid过滤器 第十六张Web应用打包与Web.smail文件 第十七张文件上传与发送邮件 第十八张DAO模式与分页 第十九张Log4G 第十张中文乱码问题详解 第十一张JavaWeb项目开发实战 使用的开发工具呢 是Eclipse MyEclipse 使用的数据库是Oracle数据库 同时还会使用到PrCircleDeveloper 和DreamweaverIDplus等这些工具 同时还会讲解呢 涉及到的相关的组件 其中有Comments里面的DBCP DBUTIRRORS 还有Email FileUpload 这些组件 Log4G这个组件 还会讲解FCKeditor这个组件的使用 第一张JavaWeb开发工具的安装仪使用 这部文视频主要讲解以下的内容 安装GDK TimeCAD安装仪配置 Eclipse Eclipse开发加油用程序实力 MyEclipse 要进行JavaWeb方面的开发呢 首先要在本机上安装相应的GDK 那GDK的下载网址是java.san.com 通过Java的根换网址 就可以下载呢GDK 最新的版本是GDK6.0 下载完以后呢 还需要在本机呢 做一下环境变量的配置 主要呢 配置两个环境变量 一个是Java下载后 指定一下呢 Java安装的这个主目录 第二呢 设一下Path 就是把Java JavaC等这些命令的这个路径 加到呢 Path当中 安装和这个配置好之后呢 就可以呢 打开一个DOT窗口 在DOT窗口当中呢 输入 Java 空格 R-Version 看呢 相应的输出 是不是有具体的相应的输出 如果有 说明呢 你的我们的JDK呢 就安装成功了 没有 说明我们的JDK呢 可能安装和配置呢 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这呢 就看一下呢 具体的下载这个网址 打开IE 然后输入呢 散的官方网站的网址 java.san.com 点这边的JDK的下载链接 Java SE 然后点这个 download的下载按钮 接着完协议以后 就可以进行JDK的下载 选择呢 适合自己操作系统的JDK 这呢 下载的是 Windows这个版本 点这个链接 换说呢 使用呢 相应的下载工具 下载得到的是一个 ESE文件 双击 这个文件呢 就可以进行JDK的安装 接受协议 默认安装呢 就是把所有软件都给安 把这个JDK 所有软件都安装上了 那我不选择安装这个JavaDB 这是新增加的一个模块 是用加奥编的一个GDK 数据库程序 我不安装它 那其他的呢 都安装 点下一步 开始进行安装 接着点下一步 这是JDK 安装完以后的 结束画面 这呢 它给我们显示 字数文件 不让它显示 然后点文成 那这样呢 JDK就安装好了 接下来呢 就需要对安装好的JDK 做一下 设计 在我们环境变量当中 增加一个新的环境变量 修改一个环境变量 点我的电脑右键 属性 高级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当中的 系统变量这 点新建 增加的这个变量的名字 叫Java 效果线 Home 值呢 就是我们刚才 所安装好的 这个GDK的 安装的路径 它默认呢 是安装到了 C盘的 ProgramFile Java 这个目录下 那我们把这个路径给它 一定要还带这个GDK 这个路径 CProgramFile Java GDK 1.6.0-0-3 把这个路径呢 复制一下 然后填在这 点确定 接着呢 再修改一下 Path 在最前面 把刚才的路径呢 复制过来 然后再加一个斜线 BIN 分号 这儿就是让它能找到呢 BIN目录下的 其Java命令 或者说呢 Java的工具 点确定 确定 确定 那接着我们想验证一下 GDK的安装 打开一个命令提示符 或者说呢 在这儿点运行 输入 CMD 然后再输入 Java空格 -version 如果有这个输出 1.6.0-0-3 说明 我们的GDK呢 就安装成功了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安装好GDK之后 我们讲一下 这个TOMCAD的安装 与这个Page 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Java外方面的开发 开发好的 这个GDK啊 Solade等这些程序 需要 放到一个 Wave容器当中 才可以能正常的运行 那么TOMCAD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软件 就是它呢 是一个Wave容器 可以呢 解析我们GDK跟Solade 让它能正常的运行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就是在 Java外部的开发环境下面 或者在Java外部开发当中 常用的Wave服务器呢 有以下呢 这些 有TOMCAD 有时候呢 我们还会把TOMCAD跟APA 结合起来进行使用 就是一般的HML文件 用APA解析 而这个GF3 Solade呢 由TOMCAD来解析 还有这个Ryzen也是很常用的 这Boss Weblogic Server WebSphere 这都是呢 我们在开发和这个实际部署当中呢 经常会用到的 Web应用服务器 那么在我们这个一般的开发当中 我们就可以使用TOMCAD 因为它比较小 运行的速度也比较快 等将来部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呢 部署到Weblogic Server 或WebSphere 或者呢 JBOSS这个环境下面 因为Web容器呢 它是一个标准 所以你在 如果你开发出来Web程序 它能在TOMCAD底下运行 基本上 不用做任何修改 就可以在Weblogic 或WebSphere 这些环境下呢 去运行 那我们看一下TOMCAD的下载的网址 通过TOMCAD的官方网址 你可以来下载 可以下载呢 ESE的安装程序 也可以下载一个解压的 这样一个安装程序 ZIP文件 那么推荐大家呢 下载这个ZIP的安装文件 因为这个呢 安装啊 还有运行呢 都是相对来说呢 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就实际呢 来安装一下 打开IE 输入TOMCAD的官方网址是 TOMCAD.apache.org TOMCAD呢 它对应的是有主流 主流的版本呢 一共有四个版本 分别支持呢 不同的ZIP跟SURLATE的这个标准 那我们安装最新的6.0.14 这个版本支持 加Web2.5的这个标准 或者说呢 SURLATE2.5 ZIP2.1的这个标准 那下载呢 到这边 点TOMCAD6.RX 好 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来下载了 点这个ZIP 你也可以借助 一些下载工具 来进行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呢 你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ZIP文件 安装TOMCAD是比较简单的 你只要把这个ZIP文件呢 解压到任意的一个目录下就可以 比如说我把它解压到C盘的根目录下 双击 然后选择呢 解压到C盘的根目录下 那我们切换到C盘的根目录下 你发现呢 就是这样一个目录 APAQ-TOMCAD-6.0.14 好 然后 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把它改一下名 改成TOMCAD6 这个目的主要是让这个呢 目录将来非常容易的来切换 这个栏 好 那么改完之后 我们想先让它运行一下 验证一下它是不是运行中成功了 那直接呢 到这个BIN目录下 找到 standup 找到standup.s 点BAT这个文件 就是它 双击 那么它会打开一个DOT窗口 如果我们前面的Jalhome设好了 那这呢 它就可以正常的来运行 因为它的运行呢 也需要GDK6的这个支持 好 那如果你看到的是 serverstandup 因一个时间的 这个 一个输出 最后这 那说明它就 安装启动呢 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验证一下 在这呢 输入 因为它安装在我们本机了 输入 HTTP 帽号 两斜线 localhost 帽号 8080 斜线 如果你能看到这个界面 说明你的TOMCAD呢 安装成功了 那么TOMCAD的标志是这样的一个小猫 那么为了更好的让TOMCAD呢 来运行我们部署好的这个应用程序 我们还应该对这个TOMCAD的做一下先用的配置 首先呢需要修改一下sword.smail文件 这是TOMCAD的主配文件 在这个connector呢 这一行标记这呢 最后加上这样一个uriencoding 然后等于utf-8 加这个属性的意义就在于呢 解决呢 使用HTTPGAD的方法 传递参数的时候中文乱码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提前呢 把它加上 就可以解决呢 这个出现的这个传参数的中文乱码问题 关于中文乱码呢 我们会专门有一章节进行详细的讲解 接着呢 再修改一下context.smail文件 把context这个标记里面 加上一个属性叫reloadable 然后值呢是true 那做这个修改的目的 是当这个web应用呢 当中的一些文件发生变化 比如说你的这个servator 发生变化了 或者说呢 web.smail文件修改以后 那么为了让这个修改生效 在这个tomcat当中呢 一般来说需要重新部署这个应用 或者说呢 重启这个tomcat服务 那这样比较麻烦 还要自己去做 那改了这个属性之后 加上这个属性之后呢 tomcat一旦识别出来 你的文件发生变化 或者web.smail文件呢 发生变化了 他自动的会对当天的应用呢进行更新 就是自动化了 非常方便 那这个设置呢 对于我们开发阶段呢 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在产品阶段呢 尽量避免使用 修改完servator.smail跟context.mail之后 还需要修改一下呢 tomcat-users.smail文件 这个文件呢 是设定一下访问tomcat的一些管理任务的用户的密码和他的用户名 还有他的权限 那我们这增加一行 user 然后这儿呢 username 跟的是这个用户的用户名 password的密码 然后他的角色 你可以设多个用户 写多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具体来修改一下这些smail文件 这些smail文件都装在了 tomcat的根目录的conf目录下 就这一目录呢 是保存tomcat的配置文件的 servator.smail 找到connector这个属性 这个标记 或者这个元素在这儿 那这个poto8080呢 是他的端口号 如果你安装orico的话呢 orico的他也会用到8080这个端口 可能会跟orico呢 这个8080冲突 当时你tomcat启动的时候呢 显示这个端口被占用的一个错误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端口呢 变一下 你可以变成默认的80 也可以变成8088 8089 8081 8082等等 任意的 到这儿呢 80端口是没有被使用 所以我让他使用80端口 然后在最后这儿 加上uri incording 这个uri是大写的 e也是大写的 utf-8 然后呢 保存一下 解决呢 在中文环境下 icp get方法 传递参数 参数又是中文乱码的这个问题 修改一下context.smile文件 在这儿 第二号 这个context 在后面加上reloadable 然后值呢 是true 保存 保存 还需要修改tomcat-users.smile文件 在这个tomcat-users 里面新加一行 内容 user 孔格 然后username 等于 你登录 或者说呢 你进入到tomcat的关键界面 所使用的用户名 然后再跟密码password 我都设成刘吻 然后再跟一个角色 ro lres admin 跟manager 保存 然后 验证一下 刚才设的用户名和密码是正确的 点tomcat-users.smile文件 那如果你进来到这个manager这个管理界面了 说明你就是刚才设的用户名和密码是正确的 那我们看这tomcat启动跟关闭 直接运行tomcat bim目录下的standup.bat 就可以来启动tomcat的 关闭呢 运行bim目录下的shutdown.bat 可以关闭它 或者呢 你直接把这个道子窗口点这个x呢 对它进行关闭 那么验证的时候 打开来 输入localhost 输入你设好的断口号 可以呢 看到这个界面 说明你的tomcat安装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介绍一下tomcat的这个目录结构 tomcat呢 这个根目录下里面有一些目录 些目录都是干什么的呀 每个目录都有自己的特定用处的 lib目录呢 是存放跟你部署的这些java的web项目呢 有关的java类库 就是一些java文件 bim目录呢 是存放与tomcat运行有关的类 类库和相应的一些运行的脚本 webapps目录 存放的是你部署的当前 这个tomcat下面的一些web应用 可以是呢 一个目录形式 也可以是一个web文件的形式 放在这个webapps目录下 works目录呢 是一个临时的存放sorelate呢 存放这个gsp 生成这个sorelate的原文件和class文件的 这样的一个目录 locks目录呢 是存放的tomcat的服务器运行时产生的日式文件的 这样一个目录 那么tmp目录呢 是存放的一些临时文件 这个目录结构呢 还是大家需要了解的 因为将来你要添加一些类碰 就是哦 原来是所有应该放在lib目录下 那么部署一个web应用呢 是应该放在webapps目录下 那接着呢 再介绍一下呢 Eclipse Eclipse呢 是java的一个ide开发工具 现在可以说呢 是市场上占有率最高的 它是一个open source 开源的 可以免费下载安装使用 那么最早呢 是object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这家公司呢 开发出来这个软件 那这家公司呢 在96年的时候呢 被ibm收购了 收购之后呢 被ibm呢 把这个软件呢 改名换成了这个叫 virtual aid for java 也是当年呢 很早以前呢 是比较流行的一个java开发工具 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ibm呢 就把它给捐献出来了 赠给了这个Eclipse社团 那么这个社团呢 不仅说有ibm 创始人呢 还包括呢 当时的这个波兰的 regional redhead跟oracle等一些公司 赠给这个社团 社团呢 就是把这个呢 作为open source软件呢 推向了市场 那Eclipse的这个软件呢 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它是采用这个插件的结构 就是它提供一个基础平台 然后根据你的任务 你要开发不同的任务 安装不同的插件 可以做不同方面的 这个软件的开发 就是说呢 Eclipse不一定说 只支持加号程序的开发 它也支持C sharp C语言 C++ 这些变成语言的开发 那甚至它还可以呢 实现类似于photoshop 这样图形 编辑的这样功能 那实际上就安装不同的插件 Eclipse提供一个基础平台 然后上面安装不同的插件 其中最常用的是DDT GDT这个插件 这个呢 就是提供开发一般家的程序 所需要这样的一个插件 PDE呢 是提供开发插件的这样一个开发环境 那 Mikeleaks呢 是提供的是一个插件集合 或一个组合 提供了对GNT Cellular Strax hybernate Spirant Java EE等等 很多的 包括UML 这些开发的一个支持的 这些组件的一个组合 那这Boss IDE呢 也是另外的 这Boss公司呢 推出的一个Eclipse 下面的一个开发JavaEE 程序的一个插件 那根据你的需要 你可以去安装不同的插件 这有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就是把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Eclipse的插件呢 都列上了 根据你的需要呢 你可以通过这网站呢 去下载一些插件 安装在你的Eclipse上面 好 那Eclipse 怎么去安装呢 先下载了 通过它的网址呢 去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就可以安装 安装它也是很简单的 你要设置好了JavaHome之后 就GDK当中的JavaHome之后 解压它 解压到特定的一个目录下 双击解压以后的这个目录下 Eclipse.eic文件 就可以运行Eclipse 运行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啊 它需要让你设一下workspace 这个workspace呢 就是保存的是Eclipse的 将来开发的这个项目文件 就是这个目录啊 它是专门一个目录 专门保存开发出来的 跟项目有关的这些文件 原程序啊 编辑出来的class文件啊 等等 接着呢 我们就看一下Eclipse的下载与安装 打开Eclipse的官方网址 或者官方网站 3w.eclips.org 那我们可以看呢 现在Eclipse 这是很多程序的开发 手机程序的开发 呃 C元php 加奥 等等的开发 那我们下载 点这个 download Eclipse 这呢 你可以看它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 作为一般加奥程序员的开发的 还有传统的3.3.1.1 我们下载这个版本 就是它已经包括JDT 又包括了呢 PDE 点击这个链接 那注意的是这个链接不是最终的下载链接 先别让它使用 在我这呢 别让它使用flash get 到这个页面 这呢 才是一个真实的下载链接 点这哈 它是有镜像网址 好 这个呢 才是真实的下载的链接 下载完以后呢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ZIP文件 把下载后的ZIP文件当中内容 解压到任意的一个磁盘目录下就可以 我把它解压到C盘的根目录下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呢 需要我们把它给它设置一下workspace的位置 好 把它就设在当前的ZIP盘的一颗利斯目录下面 把这勾上 那第一次启动呢 大家看到是这个欢迎界面 就带了一些利斯 还有一些这个文档 你直接把它关闭 就回到它正常的这个启动界面 如果你还想看到以前看到过的这个欢迎页面 直接点help里面的work count 它就切换回来了 那以后呢 我们开发的项目当中的所有文件 都会保存在workspace这个目录下面 它会以项目为单位 然后来进行保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对Eclipse的界面呢 做一下简单的讲解 这是Eclipse启动很好的界面 那么所有的一些小窗口 这样的一个个的小窗口 我们都管它叫视图 包括这儿 这个就是大刚视图 若干个视图呢 就组成了透视图 一个透视图呢 就是为了完成某个特定的任务 而组织起来的若干个小视图的组合 那透视图之间是可以切换 按这个按钮呢 就可以切换到切换不同的透视图 那我们可以看有哪些比较有用 或者我们经常用到的视图 这个呢 是导航器视图 通过它呢 我们可以创建选择和删除项目 包资源管理器视图 用来管理呢 各种的出现的加弯类 以及类之间的这个层次上的关系 还有呢 一些呢 类库的结构 大刚视图 显示呢 我们正在编辑的一个文件的大刚 比如说 编辑的是一个加文件 那么这个类 这个类里面 就加这个类里面 有哪些方法 有哪些属性 它组成了一个大刚 显示出来 控制台视图呢 就显示呢 程序运行以后的一个输出结果 问题 就是程序当中出现错误了 这儿呢 显示这些错误信息 任务视图呢 是显示呢 你正在操作的 这个文件当中 有哪些需要 我们去完成的任务 如果在这个编辑器当中 有一些我们要用到的视图 没有出现 那我们可以让它来显示出来 就点这个window下达菜单当中的 show view 里面就可以把呢 在这个编辑当中 没有打开的视图呢 可以打开 好 那么Eclipse使用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呢 为了后面开发的方面呢 做一下调整 首先要调整呢 就是调一下这个构建路径 就是默认情况下 它是把编译以后的class文件 和原来的原程序呢 混合了 放到这个项目的目录下面 为了更清晰隔离出来这个编 好以后的这个原程序和编以后的文件 我们这呢 让它存放在不同的目录下 比如原程序放在src目录下 编以后的文件呢 放在bin目录下 调的话呢 在这个调节参数这个选项当中 选择java当中的build pass 然后这边选择这个以文件夹的形式呢 分别保存不同的原程序和编以后的文件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儿我们点这个window下落赛单的 参数调整 然后这边里面选择java当中的build pass 这边已经看出来了 那么它现在已经给我这个设成了 是以分别不同的文件夹方式 原来呢 它是这种project 以一个项目方式放在一起 把原程序和编以后的文件 现在呢 让它保存在不同的目录下 好 这个调完之后 还可以呢 调一下呢 这个编译器的 编译的使用的版本 这边点择java 然后选择这个编译器 它可以按照一定的版本呢 跟我们来进行编译 比如说让我们编译出来程序兼容 gdk5.0 1.4 1.3 等等 然后把它调成最新的6.0 然后这边选择编译器 好 那你可以看它呢 这使得是6.0 你可以来调 调成1.3 1.4 1.4的话呢 就兼容到1.4 5.0 6.0 接着呢 我们讲一下呢 Eclipse开发加油应用程序的具体的例子 那么开发加油的应用程序使用Eclipse 首先呢 需要建一个项目 Eclipse当中 所有的开发 都是以项目为单位进行组织的 新建一个加油项目 如这张图所示 比如我们这个项目名次叫Hello 然后在这个类里面 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再新建一个类 我这儿呢 叫Hello World 类 然后你可以去指定一些参数 比如说呢 当成类的访问权限 Public呢 还是不带访问权限的 是抽象呢 还是final的 包括呢 是否有没有没方法 这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那么 第一次安装好Eclipse之后 它是不显示这个行号 我们直接在这边的按右键 在它这个有一个边框上 然后这边你可以让它显示行号 那如果我们有一些属性 我们需要这个属性呢 增加呢 get set方法 叫get under set方法的时候呢 直接的按右键 然后专门选项 可以帮助我们的属性呢 去增加get set方法 同时呢 Eclipse还可以对我们程序的进行格式化 程序的这个自动的格式化 格式化的这个规则呢 是由我们自己来设定的 并且呢 这个格式化呢 是保存在一个smile文件当中 你可以把smile文件的导入导出 方便呢 一个小组使用同一种格式化的规则呢 对一个项目当中出现的 或者说若干个项目当中呢 这个格式呢 格式化的规则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比如一个公司 希望大家呢 对自己写的程序格式化的规则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规则呢 由这儿呢 导出出来是一个smile文件 其他人的导进来 其他的新加入的开发人导进来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使用同样的一个规则呢 格式化 我们编写好以后的这个原程序 那在运行过程中呢 点这个呢 就专门有这个运行项 还有呢 专门的调试项 断点调试 好 那现在你可以看这段调试的一个图形 在断点调试的情况下呢 可以不进 也可以中止 这边还可以显示现成情况 呃 原程序的情况 中端的输出情况 这边呢 是 断点当中 啊 断点所在的这个变量的一些值 啊 等等 那这个是大纲 当然我们可以看具体的这个示意 好 这儿呢 我就具体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呢 在克力斯下面 怎么来开发一般的加油应用程序 点下拉菜单里面的new 然后选择一个新建一个加油项目 那默认的EClips啊 这个是支持加油项目的开发的 下个名字 然后hello 这儿呢 就会在你的workspace 这个目录下面 新建一个目录 hello 保存跟这个项目有关的所有的文件 这儿呢 可以切换一下使用不同的JRE 我这儿就用的是6.0 好 其他的呢 就不用在这个地方做什么调整 然后点nest 那将来呢 原程序放在sr目录下 然后编译后的文件呢 放在bin目录下 点finish 有了项目之后 你再来看一下workspace 这儿呢 就会针对于项目名称 建了有这么一个目录 hello 将来呢 编译后的文件放在bin目录下 原程序放在src目录下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 新建一个Java的类选择呢 class 新建一个类 类的名字 hello word 类的名字应该放在这儿 这儿呢 应该是放的包名 然后你可以给这个类呢 设定下它的权限 访问权限 是public的呢 还是默认的default 是抽象的呢 还是final的 然后它的负类 它包括它实际接口 我们把这个选项勾上 那么它就会默认的帮我们 在这个类当中呢 生成一个美方法 然后点finish 好 那你可以看到 helloword这个类呢 它就给我们生成了 它是按照一定的模板去生成的 这个模板 也可以让我们去进行 重新改造的 改造以后呢 就是会按照你的这个设定的模板 来生成一个类的框架 保存 那这边呢 方便起见 我们将显示行号 在这个上面按右键 然后这儿有一个 shortline number 就是在这个边框这儿 按右键 shortline number 就是显示出行号 并且呢 它也有这个相应的提示功能 比如说我们打印 sysm 默认的就是说out 然后brilling 保存 那你可以发现呢 你这边 我们就少了一个分号 好 那这边就出现这种警告 错误 那这边呢 就是大纲 视图 大纲 的视图 这边呢 是包 浏览器 视图 问题的 那我们 现在呢 这个主要 这支边一面吧 你还可以给它放大 缩小 还认意的 比如我们再加一个属性 这边 我们提供 这个属性呢 我们提供guide跟side方法 那在这个类当中 按右键 然后选择sauce sauce里面呢 有这个产生guide跟side方法 这个选项 把它勾上 或者说你说只产生side的message方法 或者只产生guide的message方法 都给它勾上 然后这还可以来调整它们的权限 点OK 你可以看它自动呢 就给我们生成了guide跟side方法 那运行它呢 也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之间呢 在这个类 在这边 按右键 然后run ice 作为选择的这个java application 作为一般的java运行程序 它就可以运行 这边有输出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程序 你看 如果很乱 那为了美化呢 我们都会对它进行格式化 直接呢 你可以全选一些文字 或者说对边界的内容 control shift f8 就可以格式化 或者说呢 按右键 选择source里面的format 这是就是control shift 加f 不是f8 加f 它就可以格式化了 你可以看格式化 格式化的规则呢 我刚才说了 你可以通过这儿呢 来进行设置 选择呢 corder style里面的format 这样你可以来修改格式化的规则 你还可以引入 当然呢 也可以把这个呢 给导出去 它内建了 是有三个 Eclipse 2.1 使用格式化规则 和当前的Eclipse 3.1 还有呢 Java的这个官方的默认一个格式化的规则的版本 当然你可以自己呢 新建一个 新建的话就点这个NEO 比如我在我次技术上去新建 去修改 新建一个 格式化的规则 一套规则 叫刘伟 那他呢 会有这么一选项 就是是在这个现有的Eclipse 3.1上来去改 这儿你可以改 比如说他的缩进规则 两个等等 包括很多的细节的参数 你都可以去调 有这个大括号的位置 有的习惯呢 大括号是放在这个行开始这儿 我呢是习惯放在这儿 好 然后呢你就可以以后就使用这个 在这儿改 那是对 所有的项目呢 默认都使用的一个规则 那你说只是当前这一正在开发的项目 使用特殊的格式化规则 那你可以改 改他 只改这个项目 本身的格式化的规则 选择这个 右键属性 这边呢来选择 我们act 那特别注意 这个只是改变了自身当前项目 不影响以后再新建的项目 把这勾上 然后就可以去 编辑了 好 那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运行的结果就在这个终端这儿呢 来输出了 终端是图 呃 试图这 那我们再看 我们想加一个断点 直接在这个行第15行 断点加很方便 直接在这个空白这个位置上呢 点一下 啊 双击啊 双击 双击之后 你看这一小点 这就加了一个断点 加断点之后啊 再运行的话呢 就要选择这个 断点的这种运行了 这debug 这种方式来运行 所以直接呢 点这个 小虫子 好 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窗口 或者说 这么一个窗 窗口当中呢 有些文字告诉你呢 现在呢 你当前的透视图就要切换了 切换到底吧 透视图 好 我们让他自动记住这个选择 我下次不让他来提示我了 然后点一下yes 你会发现 当前的一颗粒子当中的 小窗口都发生变化了 包括他的位置 都发生变化了 而且还有一些新的小的这个视图出现了 那这些小视图 包括他们的位置 就组成的是透视图 不同的透视图呢 去完成一个主题 你像这个debug 透视图 完成的就是debug程序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刚才呢 看到的是java的透视图 就是做一般加成序的编写 那这呢 你看断点 断点的时候呢 所在的这个现场的情况 变量的情况 还有呢 如果你有多个断点 每个断点的位置 才是都可以查看 大纲啊 这个输出的情况 那么当前我就可以让他呢 不进进来 还可以呢 这个让他不进结束 这儿呢 是这个恢复运行 然后就是终止运行 恢复运行 最后呢 就是输出程序呢 最后终止了 那在这 你说我还想回到干杯台的 这个一般的家欧编辑的 透视图 直接点这个 下拉 然后选择呢 加了 这个透视图 那这儿还带了一些透视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选择阿斯 然后呢 这儿还有像那个插件开发的透视图 不一样的 这儿就多了 还有这个资源的 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切换 那一般的我们用就是 加把这个透视图 期望回来了 那这个透视图当中的 每个小窗口 和出现哪些小窗口 包括呢 说这个小窗口的位置 都是由这个透视图 设定的时候呢 设定 透视图啊 你也可以自己去设 你说我将来做开发中 我就希望出现哪些小窗口 你可以定制自己去用的一个透视图 定制的话呢 就在这儿 选择window window里面呢 也可以选择这个定制透视图 定制完 你可以给它保存 好 那我这儿呢 不去做这一方面的说明了 因为它带的透视图已经够 我们足够使用了 把这儿你说断点将来我使完了 不想要了 很简单 再双击这个断点 那它就没了 在运行的时候 它就不会在这儿呢 来这个暂停了 那一颗粒子啊 它安装以后呢 只支持这个一般的架程序的开发 不支持呢 GFP跟Solid的 那么要想开发GFP跟Solid呢 还需要装差价 那我们装的一个差价呢 就是myclips myclips呢 是JavaEE开发的一个差价的组合了 它还包括呢 可以开发UML等等 下载的网址呢 是myclipside.com 在这儿呢 你可以来下载 那这个差价是一个需要呢 花钱的 但是它的费用并不是很贵 也可以呢 免费试用 那我们这儿呢 就免费来试用 它试用的时间呢 最长的是一个月 而且它的更新版本呢 是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 下载完之后 是一个ES文件安装的话呢 就直接呢 按着它的指示 一步一步的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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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一步就是需要在这个 myclips安装的时候 告诉他一下呢 你 它是一个插件嘛 它所以要 插到eclips上中 你要告诉一下 你已经安装的 这个eclips的位置 就是告诉他了 比如说是e盘的eclips 或者c盘的eclips就可以 好 那我们把它呢 安装一下 安装之前呢 先下载 直接呢 访问它的官方网址 myclipside.com 打开它网站之后呢 点这个 就可以呢 下载 然后免费使用30天 切换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接受下协议 然后呢 这样就可以来选择下载了 它针对于不同的eclips 有不同的这个下载的文件 所以大家根据 已安装好的eclips版本来进行下载 我们是3.2以上 就把随下载使用这个链接 如果你eclips3.1 就使用这个链接 3.0的时候 使用这个链接 好 切换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看一下啊 它其实下载的时候 还是有两种文件 可以来下载 一种是all in one 一种呢 是这个 play in插件 就是说all in one呢 买eclips 和eclips 都已经组合在一起了 下载的就是已经是包括eclips 这是非常适合呢 你没有安装eclips的情况下 去下载呢 all in one 那还有一种就是差价的形式 ply in 就已有了eclips 再加上买eclips就行了 所以我们这其实已经安装上了eclips 那再装呢 就装一个差价 可以选择这个版本 apply in 当然你还可以去选择呢 linux版本 或者说呢 其他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版本 那我们这呢 就选择他直接呢 点这个链接 和点这个按钮 他就可以来下载了 或者说呢 使用我们的下载工具来进行下载 下载呢 大概的是136兆 下载后呢 是这样的一个eclips文件 我们双击 然后来进行安装 首先呢 他要解压 这是他的安装的欢迎页面 点nest 接手一下协议 好 然后让他让我们来选择一下呢 当前的eclips的安装的目录 我装在了c盘的eclips这个目录下了 选择一下 选择一下c eclips 如果你安装在其他的目录下 选择一下 点nest 然后这呢 是买eclips的安装的目录 我让他安装在c盘的根目录下 话说呢 你也可以选择呢 默认的 先让他装在program bios这个目录下 nest 这呢 会给我们新建一个组 在启动菜单里面新建一个组 点nest 然后再点install 他就开始安装 这呢 就是对 myeclips带了一些特性的介绍 就在这个 相当于一个广告 最后这个窗口当中 我们选择no 然后再点nest 选择这个then 那这就安装成功了 重新启动一下 eclips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eclips的这个启动界面呢 已经换成了myeclips的 6.0 这是最新版本 启动完之后呢 当前的eclips已经发现了myeclips插件安装 那需要呢 激活一下相当于 所以这还需要重启 然后我们这点确定 他自己就会把这个eclips呢 关闭 然后再重新打开 啊 这我们可以看呢 我们这是30天的使用 点close 然后这呢 他还可以来进行这个一些新的插件的这个安装 如果你要安装的话呢 就把它勾上点finish 那么他在后台呢 就来进行相应的安装 需要一定的时间 好 那我们会发现在这儿呢 就多了一个myeclips的安项 那关于利用myeclips插件开发GST 所有类的会随着我们外 这个讲解的内容的深入呢 在设计到的时候 在讲解 比如说讲gsp的时候 我们讲利用myeclips插件 如何来开发这个 讲呃 如何来开发GST页面 讲所有类的时候 然后再讲的如何利用myeclips呢 开发所有类的程序 同时啊 大家也可以参考呢 我们前面一段时间推出的 eclips使用专辑当中 关于这个利用eclips开发加油程序 开发web用程序的这些视频 也可以来进行参考 同时呢 这儿呢 也列出了一些更多的资源 供大家呢 去访问 其中有加油1E的官方网站 加油SE的官方网站 eclips的网站 还有他的插件的 这个myeclips的 这个插件的网址 然后还有呢 这个myeclips的英文的 视频教程这个网址 tomcat的网站 还有tomcat配置的一个教程的网址 更多内容 更多视频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3w.v512.com 谢谢大家